前阵子半岛电视台的内容受到马来西亚广大的受众关注 后来被马来西亚人讨伐 警方就决定插手调查 后来一名网络著名的旅游博主制作了一条影片 纠正了半岛电视台纪录片的内容 举出了15项纪录片的失误 却引起了广大马来西亚观众的赞许 那本地主流报章新报记者在个人的专业上发布文章 提起他的忧虑 他说其实这是一个担心的事情 马来西亚人宁可相信一个旅游博主 胜过相信一个国际新闻组织 而那位旅游博主的影片里 其实也存在着许多的不确定性以及实质证据 那这位记者的文章下方留言呢 就引起了大家的反对声浪 有人说到这位记者如果不满意的话 可以离开马来西亚 问题在哪里呢 欢迎收看英赛智库 让我们一同来探讨一个严肃的课题 Confirmation Bias 那半岛电视台纪录片的首9分钟内容倒向 报道的趋势较为批评马来西亚政府无理对待外籍劳工 从无人性对待外籍人士的方向来报道 这一点呢我们是不赞同的 更觉得电视台的确是没有做好功课 视频内看到的是行动限制加强管制区内 还有相关地区是非法入境者聚集的地区 根据马来西亚移民法令和相关执法的指示 视频上看到的其实是正常的处理方式 可是因为这是疫情期间 画面上看起来又是警察 军人铁丝网 难免会让人觉得怎么那么严重呢 加上外籍人士的访问中 他们的言论是断定 马来西亚政府没人性对待外籍劳工 但他却没有了解 合法入境者以及非法入境者的状况 也惹了一身蚂蚁 那全长22分钟的纪录片里 首9分钟的错误导向 引起了受众的直接判罪 认定全长内容都是错误的 那另一方面呢 这位旅游博主在个人的YouTube以及脸书上 发布了一支影片 来举出那个半岛电视台纪录片当中 所发生的15项错误报道 但是你知道吗 在那位旅游博主说的这些错误报道里 并非全部都是正确资讯 他是一名牙医 同时也是一名影片创作者 也因为善于利用影片制作的技巧 来说服马来西亚人 所以确实存在着导向说服 leading to persuade 的这个可能性 那说到了旅游博主的内容 并非完全是正确的资讯 在于第一个关注的话题 拍摄警察的画面是触法的 那如果在马来西亚真的如他所说的那样 岂不是很多的主流媒体都已经触法了吗 那如果拍摄警察的画面是触法的话 市民应该如何用影视来记录 警察有可能做错的举动呢 那旅游博主的内容15项里头当中有很多的部分都存在着模糊不清的论述 本地记者 Joshua 道出了当中的误点 除了刚刚所提到的不允许拍摄警察的画面以外也反驳了 马来西亚对外籍劳工友善以及本岛电视台记者没有要求部长访问等一些事项 那这的的确确是旅游博主所分下的一些新闻错误 但这也不能完全怪他 因为他也不是专业的记者 也不是专业的新闻从业员 只是单纯的在网上分享自己的论点而已 可是 Joshua 的这个举动 换来了是底下的一面讨伐 一些网民甚至留言说要 Joshua 离开马来西亚 说他不配成为马来西亚人 更抨击这位新报记者不懂得维护马来西亚的尊严 有一些网民甚至说到 至少这位旅游国主称赞了马来西亚 原来称赞我们 我们就应该相信所有内容了吗 科技发达 网络资讯量暴涨 马来西亚人在缺乏媒体试读能力的情况之下 和网络接轨 但无法分辨来到眼前的资讯是正确还是错误的 更容易盲目的相信 更恐怖的是莫过于 马来西亚网民只选择相信自己想相信的 一些人也不愿意去做查证和深入的探讨 最终被错误的资讯带着走 随后被发现自己错了 却把自己犯下的错误用言语去怪罪在其他人的身上 反而自己却不深思 而今天所探讨的确认偏误 confirmation bias 完全映照了现今马来西亚网路受众的心态 所以半岛电视台的纪录片完全错误吗 亚裔旅游博主的内容可以完全参考吗 本地新报记者的分析难道是不公平的吗 难道我们真的要继续被确认偏误带偏吗 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为止 如果你有更多的想知道 请你留言告诉我们 那我们可以在你想知道的课题里 发掘更多有趣的知识给你 那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 记得按赞和分享给你的朋友 也记得到我们的脸书专页按赞并且follow 也不要忘了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记得打开小铃铛 好让我们下一支影片上载的时候 你会第一时间接获通知 那我们下一期再见咯 拜拜 美风新一三期六准时上台最新整理内容 为你准时送上你意想不到的小知识